今天來到永和帶大家來開箱一間 外表像極的網咖 但內裝是有質感的茶飲店 他們推出了拉麵吃到飽 有五款的拉麵以及小菜 鹽食還有水果 當然少不了還有飲料喝到飽 菜單上100塊的飲料都可以續杯 除了拉麵沒有那麼日式以外 其餘我覺得可圈可點 放在假日來講 打發時間吃點東西 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I feel good You look great I like you I can't wait I first time I first day Hello大家好我是萊恩 今天呢我們只能來到的是永和 上一回呢帶大家去啊中山區啊 吃一間可以小菜吃到飽的麵店 那今天呢我們來永和啊吃一間 可以拉麵吃到飽然後小菜吃到飽 還有甜點跟水果可以選擇 一去看一下呢這間促銷299啊 究竟值不值得吃 然後整體水準怎麼樣吧 那在開始之前呢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點擊訂閱 那如果你對我生活動態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關注我的FB或者IG 那我們去看一下囉 Let's go 這一間呢就是待會我們要吃的 Party 創作美食茶房 好的那現在我們已經入座了 我剛看一下它的環境來講啊 雖然它是以茶店為主 但是啊裝潢啊不會太過老氣啊 那我看好像那個老闆啊他本身是做那種室內設計啊還是裝潢的 所以整體風格來講啊打造的算是滿OK的 雙邊的位置啊就長這個樣子 它還有這種包廂形式的啊可以做在裡面 第一輪啊只有拉麵啊可以自己點 那像小菜啊或甜點的話呢 是他們先搭配來 那第二輪呢才可以點自己要的品項 它有區分啊 這邊裡面呢是CN區 這邊看得到的啊全部都是非CN區 這邊呢有象棋啊雜誌啊以及桌遊啊可以在這邊玩耶 他們廚房啊在這個孔 然後這邊呢主要是做飲料的區域 我先來打個預防針一下啦 因為他們這間茶店啊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吃到飽方案 像是啊有蒸籠點心啊或者是炸物啊 還有拉麵啊等等之類的 所以種類非常多 那我看啊它的廚房啊並不大 所以應該啊都是半成品的啦 那拉麵的湯頭啊應該也都不是自己熬的 應該都是濃縮或者是粉泡 好謝謝 不好意思小心看囉 好謝謝 拉麵送來了 配料來講的話呢算是OK 因為有蛋然後叉燒 筍子以及木耳 第一輪的小菜啊就是由他們配好的齁 你看它的湯啊並沒有給非常多 對於啊待會如果要吃第二碗的話 要把湯頭喝掉啊應該是相對友善的啦 那我們喝看它的湯 我覺得濃郁度是有 但是啊可以喝得出來啊是那種鹽味高湯啊 然後去搭那個臀骨的濃縮液或者是粉啊 那這種就是比較一般啊外面台式拉麵啊 比較常會吃到的這種口感 麵啊我們就直接來試試看 哇它已經有點煮得太熟了 變成麵啊有一點點糊掉了 來吃吃看啊它的筍子 就是啊一般吃之後會吃到的那種筍子 來我們來吃吃看啊他們家的叉燒 雖然它的叉燒啊沒有那種炙烤過啊 或者是那種油脂的香氣滴出來的感覺 但是啊以這種台式來講的話呢算是給過啦 對於今天啊剛吃第一餐啊 第一碗啊絕對會是最好吃的喔 麵吃完之後呢可以感覺到它非常吸湯 我沒有特別喝湯喔 那湯只剩這樣子的 現在啊是3點27啊大概上來10分鐘啊 我們就已經把麵吃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待會第二碗啊 另外一種口味的吃起來會是如何吧 這個是涼拌的海帶芽 吃吃看 這種啊應該都不會出錯啦 應該都是真空包那種大包送來的 然後只要分裝就好 它的酸度啊然後跟鹹度啊都蠻剛好的 這邊它是店家招待的啊 那我點的是烏龍茶加珍珠 那感謝店家啦 剛好呢這個沒有飲料配嘛 有飲料啊是蠻不錯的 剛剛他稍微跟他們的店裡面的人聊了一下呢 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聽到我講的話啦 他們說啊他們的小菜啊大部分啊都是自己做的 那有些甜點啊像這個牛莉啊蛋糕啊也是他們自己做的 這著實讓我蠻驚艷的啊 因為大多數的這種店家來講的話呢 他要供應這麼多的東西 然後不同的方案 絕大多數啊都是用這種半成品為主 那他跟我講到說他們有一半的東西啊都是自己弄的 真的是讓我蠻驚訝的 這才來講啊它是一換一 所以我這樣啊算是多點啦 顧著聊天啊 就是這個麵啊應該都已經吸飽這個湯汁了 這次的麵啊煮得沒有像剛才一樣那麼糊啦 口感呢吃起來算是OK 這個是芥末的魷魚 它是芥末的風味啊蠻開胃的 那不會到太辣 那有點微微甜甜的口感 這一款呢是黃金的泡菜 它這個泡菜的這個口感非常好很脆 但是啊它的醬啊有點偏鹹啊然後稍微辣一點點 這一款呢是涼拌的海澤皮 它那個榨菜啊跟海澤皮放在一起啊 雖然沒有到不搭 但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好吃啦 這個是醋製的番茄 這個很好吃耶這個超級開胃的 胡麻味噌的拉麵 那配菜啊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有湯頭上做變換 我一直以為啊我大概只能吃兩碗就吃不下了 沒想到呢我可以晉升到第三碗 還可以吃這些小菜 我蠻佩服我自己的啊 好的那我們第三碗啊已經吃完了 現在呢肚子啊應該是九分飽左右了 那我們待會啊吃它的甜點 然後跟水果啊就差不多可以出去外面做個結尾了 這個呢是他們手工做的奶酪 這個呢是他們手工做的奶酪 它的奶酪啊吃起來是扎實的 然後上面的這個果醬啊是非常濃郁的 這是台式的馬卡龍叫牛力吧 空間它咬起來蠻鬆軟的 跟一般外面啊那種蛋糕店啊他們賣的那種一袋的差不多 偷拍隔壁桌認識的 然後他說辣的啊味道是ok 因為它的湯底啊是豚骨湯再加辣 影片出的時候啊他們的這個餐券啊也已經沒有賣了 只剩下就是現場啊389的這個價格可以用 那它有含啊是飲料喝到飽 現場的這個方案啊含的飲料啊是100塊的飲料啊都可以倡理 那超過100塊的就是要加這個插架 好的那剛才我們吃完這間啊Party的創作茶房了 我認為啦以它的餐券啊299的價格啊算是蠻超值的 雖然啊它的拉麵來講啊算是比較平價的那一種 或者是台式拉麵為主 但是啊有附蛋啊然後還有一些叉燒等等之類的 配料也算是ok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它的一些小菜來講的話呢 有一半以上啊都是他們店家自製的 像是奶酪啊然後蛋糕啊還有涼拌小菜啊 那當然啊就是自己做的來講啊吃起來會比較好吃一點點 然後新鮮度啊也會比較在線 那整體啊店裡的氛圍啊很適合啊業務去談事情啊 或者是學生啊在那邊玩桌遊啊打屁聊天 如果啊你剛好在永和一代的啊你可以來試試看啊 那當然啊影片啊推出之後啊已經沒有這299的方案了 只能在店裡面吃啊這個398的方案 那它398呢還有附飲料啦我覺得可以做兩三個小時來講的話 可以玩玩桌遊啊這個價格也算是還可以啦 那有興趣的啊可以自己來看看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點擊訂閱以及關注 想看到後續更多的影片記得喜歡開啟小鈴鐺 我是萊恩我們就下回見啦掰掰 掰掰